字幕提供 喂 你好 你要我怎么帮你 就是在乡里面这个 姓赢啊 你现在什么情况吗 我现在 我在七十多个 七十多个 两天的时间 二两三年之前 一直就是 手术营营 也没啥说 不能打回来 但是这次 没有打回来 你总共输了多少钱 总共七十多万 那我可以理解为 你现在负债七十多个 你这些钱 就全部都是借的债 就没有你的本金 没有 我真服了你 哪有这么好 空手套白狼啊 你现在应该马上就还不上了吧 可能抖的应该还能 还个两三个月 我还想去试一下 希望你不服 你还想试 你还没书信 我是从几年 从19年啊 嗯 接触这个东西 输的输到38万 就停了 没有玩 但是喝了一个 有点机会 跟上迎上 嗯 我就一提一万多 一提一万多 把那38万已经 全部打回来了 打回来也跟家里面谈回了 再也不玩了 嗯 但是还能继续过 但是从去年5月份 又开始玩 玩一直也没输 等到8月份 又输了40多 你每次玩的时候是新输后赢 还是新赢后输 我又是赢了几几块 我已经退了 但是又是输的话 我现在必须赢回来 每个人都有这个增强 好胜的心 在这个上面输的钱 你让谁谁能甘心 对呀 但是你有没有发觉 你玩这么久 从来就没有赢过大钱 我指的赢大钱的意思就是说 你没有输本金的 几块钱赢他个几十万 我什么敢赢大钱 我是不敢赢大钱 你不要说你不敢赢大钱 你根本就赢不到大钱 我可以很明确地告诉你 关于这个棋牌 根本就不是赌博 就是一个游戏而已 你的生死都在人家手上掌控着 因为这个游戏 就是人设计出来的 它的输赢比率概率 都已经是人家 在系统里面设定好的 你根本就不可能战胜它 也战胜不了 你说为啥 我有一个网站我赢不起 我可以这么跟你说 我打个比方 有十个数字 你买的一二三四五 人家买的六七八九十 人家买的十万 你才买的一万 如果你是庄家 你让谁 明白吗 明白 我不敢说每个平台里面 有成千上万的用户 但是每个平台 肯定还是有一些赌徒 每天同时都在玩 同一个游戏 站在庄家的角度来说 他永远都是杀大赔小 永远都会把自己的利益 放在第一位 当你慢慢玩 玩得越玩越大的时候 其实你就成了一个大鳄 其他的人就是一些小玩家 所以他们会赢 理会数很正常 等你输到没有希望的时候 再给你点甜头 等你尝到甜头的时候 再打你一棒子 就是这样一步一步 把你掏下去 所以至今 你输了七八十万 负债了七八十万 你心里还放不下 还觉得想试一试 这就是可怕之处 这都是下车的 我先打你 不打你 我先打你 你又要你